可乐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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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呃 有 你别想着急关他 我要拿的东西多了,鸡翅啥子我都没拿的 小骂不 这还没开饭呢,小骂不准,说准点就来了 就在这儿等着的 等着吃饭呢,小骂 干嘛呀,干嘛呀你 干嘛呀 他刚才追一小狗来那边,追来追去了 你还小的狗 差不多跟他一样,一小狗 他追了你,追那边追着追回来了 兄弟姐妹们 啊 啊 哦哦哦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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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猫龟啊,兄弟 哎呀 哎呀 妈呀小妈不 小妈不在这儿等着吃呢呀 猫龟啊,兄弟 等他先把鸡翅给拉了 哦 哦 睡得迷迷当当的 嗯 嗯 嗯 咱 琢磨半天,八二三级谁呀 哼 他现在都没琢磨明白的,八二三级谁 不知道八二三级谁 不知道八二三级谁 做我们半天没做梦磨明白 哎呦 嗯 我最爱的肉夹馍呀,我操 我也想吃肉夹馍 吃肉夹馍呢 肉夹馍还有应该炸鸡米花啊,我操 我要吃肉夹馍,吃酸辣粉 肉夹馍永远的神啊,兄弟 兄弟 兄弟 正好慢慢煮了,这个锅厚 今天没风,没事,今天没风 今天快 你得喝点茶不 喝啊,有多,又是你的喝酒 啊,你先弄不弄完你喝 哎呀 干嘛 刚想起来今天星期日啊 这什么时间过得还真那么快 我没等到那么星期日了都,卧槽 麻了麻不 又在这睡上了 哈哈哈 初期肉夹馍有什么好吃的汉堡 肉夹馍多香啊 搁点那个 搁点那什么,搁点那尖椒 给那肉炖烂,夸一家 其实你上次做那个什么 就老饭盒那种 其实多点荆椒夸的一弄也行 也好吃,就我从市场买的小圆饼 家里边可能也好吃 那些肉夹馍 应该是烤肉 那个烤的那个肉最好吃 肥肉相间呀 嗯,入味好吃 牛肉火烧也好吃 鱼肉火烧肉夹馍都好吃 你去那哪儿,去西安 去西安尝尝那个辣牛肉夹馍 那也好吃 那个锅什么玩意儿的那个羊 你怎么不上你大号了 你别告诉你大号被他妈封了 应该是被封了 怎么现在上个小号啊 啊兄弟,怎么现在上个小号啊 大号被永封了啊 这是 大号在别的房间反省被他妈超儿永封了吧 大号是不被他给他封了呀 咱家是给他封了 但是那大号就没见他上过了 一九八一,谢谢 我感觉那大号就没见他上过了 完了 撇血抹着喽,哥哥们,姐姐们 严重啊,挺严重的好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他妈又着急回家了 怕他妈回不进去了 这顺一要封村就完蛋 顺一要封村就进不去了 妈的 所以我们这琢磨呢 你说这出来玩一趟 在房车营地都他妈住不踏实 哎,程序员办卡啊兄弟 在他妈,在他妈外边玩都玩不踏实 做疫情又疫情的,全是事 嗯 今天做可乐鸡翅,一二三 谢谢 有疫情啊,北京那哪儿,昌平嘛 昌平检查出七例嘛 然后呢,还不知道今天出几例呢 昌平出了七个 然后呢,这昌平七个,七个人里边呢 据说有俩人还来过顺一 来顺一,离我们那村还挺近 操 我跟你说,要真是查那行动轨迹去了 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就得封村 我跟你说吧 肯定要得严了,我跟你说 啥时候是头啊,没头啊,操 我感觉这疫情当不太多事儿了,真的 哎呀,真是太多事儿了哟 嗯,刚一碗睡觉 刚一碗睡觉,他爸在 下台就结束了 吃饭都费劲了 今天做个可乐机 那谁,年轻人 没点关注啊,点播关注 吃点喝点啊,再拿点 没毛病 吃点喝点再拿点 没毛病,铁子好家伙 今天星期日 不知道今天晚上还有没有什么 英雄联盟的比赛 还是没比赛 您放心,静哥绝对死,您后边 不用理那些字幕,理那些字幕干嘛 刚睡醒,迷迷当当,看字幕都看不明白 不用去打理 现在的直播呀,怎么说呀 好玩也好玩,不好玩也不好玩 你就看那些小孩出来来算你 要不就损你的那种 挺有意思的 晚上DK打,等于今天晚上还有比赛是吗 昨天晚上比赛都没啥活人 昨天晚上的直播,连活人都没有 全看比赛去了,妈的 昨天晚上特惨 没啥活人呀 好像是RNG回家了 然后呢,说那什么什么EDG呀 还是什么玩,赢了还是怎么着 这两天应该是英雄联盟比赛 前两天,前两天应该是那个Dota 好,那EDG,对对对 EDG,EDG赢了嘛 昨天晚上说,据说EDG赢了 然后呢,那个什么RNG回家了 哎,不懂,我就把他们昨天说的给你们重复一遍 我不搞英雄联盟,我不懂 他都不知道啥是啥 所以昨天他们跟我讲什么EDG呀 什么什么RNG 哦,那EDG是等于韩国队那是 在都在冰岛当陪练呢 嗯,米饭不着急,慢慢的 刚睡醒,妹妹还没进入头呢 睡得准了 我昨天睡觉证给你干这儿呢,气死我了 他妈,你睡觉跟我干什么证 皇上山贼呀,兄弟 睡觉还得跟我干这儿,你倒没说跟我打炮呢 那倒没有 妹妹刚睡醒,迷迷当当的 回忆起昨天作末,跟我干这儿呢 不是昨天,就是刚刚 我中间起来上了个厕所十点半 接着睡就给你干这儿,气死我了 唉,什么韩国队,最后一直中国队呢 做梦要跟我干这儿,天天那么做梦要跟我干这儿 就这德行 你怎么气我呢,今天做梦做的可累了 什么一生气跟我干这儿就是我气的 你说我,他妈找谁惹谁的我 就是你气的 比比赖赖,整天他妈比比赖赖的就是 整天比比赖赖 整天就比比赖赖,干不上什么事,干不上什么人事 是不是 唉 先把这集成焯了,焯完了再炒,别着急啊 还得需要点时间 妈不,你不跟妈妈玩会儿去 谁是她妈妈,我干什么不出来那么个妈妈 哈哈,你不跟阿姨玩会儿去啊,妈不 他在那儿睡的,你看看 在那儿睡的还挺像 准时准点,中午又来了,又等着吃来了 来了在那儿睡,一看没吃的先睡 一会儿一吃上来就该起来了 这是老板家的狗 老板家的狗呢,这营地呢,没啥人 所以每天就固定点,中午十二点左右就来 十二点我们没起,就等一会儿来 这小狗挺有意思的 咱要走了,她就没事干了 咱要走了,她就无聊了,没人跟她玩了 没人喂她了,你这个玩,哎呀 花子扭扭啊 开锅了吧,今天没风快太短,热了 跟你说一会儿就热了,一会儿一做饭 我还以为外面今天 一做饭就热了,小老妹 狐妹妹 这阳光底下在底下吃东西是最舒服的 是,这房车营地冬天没什么人玩 所以我们算一户人,那边应该还有两户 一共好像就加起来三户 他们昨天没在这儿住啊 没在那儿住,他们收着完房车就走了 基本溜着上那儿休息来 冬天谁在那儿住后基本冷的 一般就是夏天热,带旁边过来烧烤了 冬天谁在那儿住后冷的,扛不住 他昨天得瑟一圈,在哪儿呢 我跟你说,他那房车更他妈冷 他那房车外边都是他妈铁皮啊,你想想 严明,王八蛋,严明滚进了直播间 后面谁的车不知道,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后面谁的车 严明,中午吃什么呀,明明 十大肘子了吗 叔叔阿姨,今天中午给你做什么呀,阿明 天天这不上班吃的比上班的都好 某些人,某些秃顶男士 多少公里了,我也不知道 不是我的车,我也不知道 八道奔驰都不一而非了,没了 我这车现在应该开了,我想想啊 应该是五万,五万三千多公里 还是五万六,我记得是五万三千多 我记得是五万三千多 那你还是爱开他相对 就是爱开八道 还是爱开那个,视野高坐着舒服 短时间坐着舒服,视野高,八道 看你的进筑条没动,我就放心了 严明,你牙判我点好,王八蛋 据说能开五十万公里 我是爱开那个,别的不爱开 就爱开八道,八道舒服 屁屁啊 严明,我这刚开播来了 就诅咒我,完不成任务 你是吗,严明 严明,你他妈晚上睡觉不做噩梦 都他妈不叫严明了 王八蛋,臭狗屎 那叫张贼他,那叫严贼他 是不是严王八 严驴嘛 纯纯严王八蛋 严狗屎 中午吃什么呀,严明 问你你也没理由啊 中午吃啥呀,铁王 等一会儿啊,这鸡池还得再来会儿,给他炒完了,咱就可以炒了 哎呀,哎呀,刚睡,你饿巴了,还没醒觉呢 嗯,你看这小鼻男在旁边,人睡啊 嗯,哦 严明,你是刚起吗,严明 WA,谢谢 哎,你们那大白天不出去溜达溜达,啥丘啥的,不看看电影的 你这叫生活,我们只是生存一样 没啥区别 没啥区别 今天胡思琳又变瘦了,还要背哥 背哥哥 又是变瘦的一天 背哥哥,你好背哥哥 中午不开整,喝点啊 你喝酒,我喝油啊 傻眼神 哈哈哈哈 一说你瘦了,就是啥眼神,眼神有问题 哈哈哈哈 严明,不会说别的 严明,今天的头发又变少了 只要胡思琳达,人觉得瘦了,就是眼神不好,是不 阿明 严阿明 回家舒服,还是回家舒服 哎呀 咱房车要大点更舒服 还是太小了 呵呵呵,活动不开筋骨了 但是咱俩能活动开的房车也得多大呀 就那种十米的就够 那十米的房车太大了 烤鱼,我媳妇在家老国做烤鱼啊 我们在哪儿,房山,房山的房车营地呢 行了,写末都应该都出来了 严明,请你吃可乐鸡翅,你吃不吃 请你吃骨头 严王八蛋 严丧 严丧 严丧,故乡的樱花开了严丧 严明就对,基本差不多时间 只要开拨严明肯定在 他睡觉基本都没点,严明 所以你看严明在不稀奇很正常,习惯就好 严明不在就不叫严明了,王八蛋 严丧狗屎严明,严明永远在丑狗屎 是不是阿明,永远在丑狗屎 靖哥那三个卡索罗养着他呀 你问这问题就很奇怪 这一看就不看直播 天天问我狗去哪儿了,我人在哪儿 就适合看我在家了,天天陪着三只狗 不能出门,一出门问题就多了 狗去哪儿了,你人在哪儿 不是,那个清水撇血沫子 然后一会儿再炖,做可乐鸡吃 稍等啊,先把那血沫子给撇出去 简单点,不要让妹妹老那么累 其实累点挺好,宝宝就当减肥了 没看好多人都说你瘦了 严明,某些人都快120了,你信吗 我说别之声 我不知道我长没长胖,回家上场试试 回头 大狗生的狗仔可以支付,我们家都三只公狗 三只公狗怎么他们互相怀孕啊 只是他们支付还是算了吧 还是我俩咋咋咋咋咋支付吧 想多了,三只公狗怎么他妈怀孕啊哥 看完他妈的,看完车身吃这肉夹馍,我也想吃了 嗯,我也想吃,我想,但是咱这边没有 咱俩出北,得回出洋柳,点他们呀,那家肉夹馍好吃,撒拉粉也好吃 应该让某些人过来送点,送点肉夹馍 某些姓车的小子,不知道咱们在 送点肉夹馍啊,某些姓车的小子 把肉夹馍看了真香,咱那边没有卖的呀 没有,漏勺不能要漏勺,因为他这血沫子都在 把漏勺那个啥,就是为了让他开锅 把那个血沫子,把那鸡翅涮得干净 呃,我媳妇会做饭,我不太会做饭 她,她比较奇怪,呵呵 这鸡翅今天有点多呀 没事慢慢渴,你忘了咱,咱一开,咱出来吃饭比较多呀 但是这个东西我现在妈爱吃,没事,吃不了给盐名留着 盐名你等吧,盐名,吃不了都给你留着啊,宝贝 今天小妈不又有的可乐,哈哈哈哈 放地上,一会儿我来洗,给他搁地上就我来 盐名吃不了都给你留着啊,宝贝 正好你不也刚起嘛,没得吃 请你吃可乐鸡翅,盐名小哥哥 你看没有,今天没风的火就特大 有风不行就特慢,往后 盐哥今天图不错,那什么呀,今天股票啊 图,图片,群里头,他能有啥 我还以为他说股票那图好看呢 拉倒吧,就一帮吊丝 也是,也就看乐鸡不会干别的了,哈哈哈哈 除了看乐鸡不会干别的了,哈哈哈哈 倒两罐,那啥呢,哈哈哈哈 哎呀,油没了? 没有,那个还有油,至少这个没了,把这个用完得了 那琢磨又得买油了 咱那大升级太多了 我他妈一会离远点,一会他妈又又崩我脸上了 哎,怎么了 没刷勺子 什么勺啊 哦,那饭勺,那饭勺没刷,其他都刷了 冲一下就完了 那饭勺在那呢,木勺在那呢,木勺的 木勺的刷了,木勺刷了,往拿过来了 那刷了 黄金,颜明他不玩黄金,颜明他玩股票 但是赔的也挺多的 他玩那黄金是屎 他玩那个黄金 颜明,颜明玩他妈的那股票,赔的也挺多的,颜明 颜明 给你来片姜吧,颜明 我他妈离远点吧,一会又他妈自我脸上了 这种炸锅一定他妈离远点,每次都他妈帮我脸上 你过去 幸福他妈离了 因为又他妈帮我脸上了 还得炖会儿呢,别着急,可乐鸡翅摸摸摸的啊 你说这鸡翅跟咱那时常买的新鲜鸡翅有啥区别 就是动与不动的问题呗 咱那鸡翅能有多新鲜 都一样,咱也动 咱那鸡翅应该咱也是动 也没有多新鲜 这颜明那爪子剁不剁吧 8到27还是4千你猜 你们为什么老关注这个车呢 我往下点,别老看那车,车没有意义,身外之物的东西 天天除了关注车不会说别的了 你在外边做的每一道菜 我跟你说在家的闻的味道都他妈不一样 别老关注车了,车是身外之物没有用 看做饭吧,看做饭永远的深 真是,停玩车扶玩表 有钱的都玩手表 哈哈哈哈 早上起来放俩屁,贼舒服 颜明,你每天起床 睁开俩狗眼,你放屁吗 哈哈哈哈 一会再可以再搁点可乐 搁的越多越甜越好吃 我媳妇做这个可乐鸡是贼好吃 不是说都穷哥们,他们老有人在意这个车 每次聊着聊着天吧,就聊上车了 就特务聊,不知道聊啥了 你可以聊聊房车吗 房车还是比较便宜的 老聊那种各种汽车 一聊车就尴尬,不知道聊啥 本来我也不懂车 多搁点这个,特好吃 颜明,没事让叔叔阿姨也给你做点可乐鸡吃 特好吃,贼好吃 聊聊公沙 又要准备聊上传奇了 传奇啊,永远的神啊 最爱玩传奇了 心思啊兄弟 永远的神啊,传奇 我操,热血传奇牛逼啊兄弟 就爱玩传奇 哎呀,没辙呀 岁数大了,玩不动了 昨天晚上还聊传奇呢 岁数大了,玩不动了呀 哦耶,我还是绑一说明进度条没动 颜明,颜明我能跟你说点事 别老刺激我行吗,本来一是今天星期日二 就今天这两天都不卡比赛 人就少,你都不还老刺激我 王八蛋,小泥子 谢谢你 你还老刺激我 我这两天观察 感觉白天刷礼物的也不多 不知道我大拿兄弟今天是否能来呀 哎,那谁,小郎君兄弟 谢谢大麻粉 我希望我拿兄弟来呀 我拿兄弟,我拿兄弟是不是又退鱼了 我操 那天拿兄弟说了 刷这十来万,这二十来万不玩了 玩那么两三天,准备退鱼了 我操 我拿兄弟今天会不会来呀 我明哥,我操 我拿哥来今天任务就过了 不知道我拿哥还来不来了 前两天都应该赔了二多万 我操,玩得玩的 我拿哥应该是拿小号暗中观察呢 不是说才几岁,岁数大了不能玩了 跟岁数没关系 主要还是他们没钱嘛 有钱谁不玩传奇啊 你像我们这岁数的80后多爱玩传奇 你要真想找一牛逼的服务器 花个二三十万,牛逼了 但是很少,还是少数人 能玩私服能花二三十万,还是少数 少数人啊,那个私服拖太多了 所以我要有钱我就玩一大服 玩呀一年,完事儿 二三十万就是玩传奇就是干 就是各种攻杀,各种干,没毛病 玩什么战战好使,妈的 各种职业,要么就玩道道 玩道道,双针器,合击直列秒 现在官服二十万就是霸子 官服不行了,官服 官服玩的,说实话还没有私服好玩 而且官服二十万就能当大哥 那他太便宜了,官服 玩臭了 上海有一人抛售九十三套稀缺房子 没懂 九十三套稀缺房子,什么意思 什么叫九十三套 没明白 穷啊,还是穷啊 你要真他妈家里有钱的,称几个亿的 谁他妈不玩,玩玩多爽啊 谁他妈还直播啊 陆家嘴的房子,九十三套牛逼 那牛逼,我跟你说用户 我要真他妈家里 现在称他妈五千万六千万一个亿的 我绝逼玩个私服 真牛逼 陆家嘴是什么拍美人鱼那边 陆家嘴应该属于老上海 不是陆家嘴,记错了 有个叫什么地方 诶,那谁得比 上海,那个房地产税 这次上海是市城市 上海有钱人多啊 你这个房产税这点 不是现在不可能说所有城市都有 上海有很正常 上海有钱人多呀 上海那有钱人比他们北京都多 你想想 所以你这一说上海就是什么呀 金融城市 浦东 陆家嘴金融中心 那应该是应该是有钱的地方 对呀,玩个私服 人气高点的 几万块钱啊,几万块钱 几万块钱过去都悬 不够 你要真玩一个传奇私服 大服势,花二三十万 当第一没问题 如果你有一百万,一百万不行 我有一百万,我有一百万 我不会传奇 一百万就攒钱了,给媳妇吧 你说是不是媳妇 得让我媳妇拿着钱 有媳妇拿着钱 慢慢养家才是家呀,一百万不行 你要说一千万,你说现在有一千万 跟媳妇聊聊拿出二十万传奇应该行 你要说一百万选,一百万太少了 一百万够干嘛的 你要说现在我真要有一千万 我把一千万给媳妇管她要二十万 就这二十万,别的不多活活 剩下九百八十万你全存着 我拿这二十万我玩 我相信我媳妇绝对不关我 但是一百万确实有点少 你要说一百万,拿出二十万玩游戏有点傻逼 这有点太傻逼了我讲的 这有点傻逼 嘿,天摸神甲配裁决又来了 一看那名就老怀念传奇呀,卧槽 一千万可以考虑考虑,或者五百万 一百万太少了 一百万,咱说难听哪呢 这咱们买辆车都不够呢,好家伙 五百万,一千万可以考虑考虑 是不是,好像乖宝宝 吴静那么抠,我他妈什么时候抠了 我告诉你,921 我他妈在斗鱼美食区我算最仗义的 你都不看我直播给你解释这没意义 你要在美食区论请客,请谁有吃饭 我他妈请的是最多的 你还老说我抠抠抠的 哎,对,严明我忘了,忘了件事,严明 严明给你出一个难题,严明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猜到 咱家房间有一个83级的账号 我昨天下播才看到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猜到 咱房间有一个83级的账号注销了 我俩想半天也没猜出来是谁 83级的账号 不知道严明你能不能想出来 我跟你说,网猴 在美食区混这五年多 不到六年 说我扣的人很多 只能说他们也不了解 16年17年18年 请谁有吃饭的时候 只能说他们都没看过 你帮我想想严明83级注销了那账号 小刘谢谢你 严明看你能不能猜出来 我俩昨天想半天也不知道是谁 我发现现在大哥的号怎么都注销了 是,现在好多大哥的号都注销了 不知道为啥 前段时间那爱恩大哥七日九级账号注销了 原来,王子后来等于昨天看了一八二三级 没在榜上严明,没在榜上 八二三级,没在榜上 所以我俩昨天猜半天 我也是,是什么时候啊 给你一个提示 是今年2021年1月1号到1月7号 我给的房管 83级 我俩昨天想半天也不知道是谁 是今年2021年1月1号到1月7号之间 我就在后台看呢 就看房管里面 对,那个823级用户注销 想半天他妈也不知道是谁 对,那次那个网猴那号 也是,网猴那号四十多级注销 我俩也猜半天没猜出来 后来呀,网猴自己来房间说的 鸭被媳妇发现自己给注销了 不是A总 A总在榜呢 A总90级,不是A总 琢磨半天呀 我操823级 今年年初1月1号到1月7号给的房管 823级 忘了是谁了 猜半天也没想出来 823级 我操 所以说,为什么说跟严明说 严明应该能了解 没想到帮我猜出来 后来你给我点提示也行 鼠师没猜出来是谁 杨阳谢谢你 严明所以这个难题交给你了 你帮我琢磨琢磨 823级 我不知道是最近生的823级 还是说以前生的823 我记得没有823 我估计应该是最近这段时间生的 你他妈哪,你不谁都知道吗 王八蛋 我今天有一点就是可能要是最近生的 真猜不出来 因为我俩实在是没猜出来 应该是最近生的 但是谁我真没印象 823级应该是好久没来了 没来直播间了 琢磨半天823级他妈注销了 你是不是看女主播了 哗哗哗刷刷太猛了 这号你说这也没少花钱呀 问题说他妈扔就扔了呀 八二多级我操 823级说他妈注销就注销了 花了也得一百多 我操 不知道是谁呀 应该是最近一直也没来 我估计应该是最近看女主播一下 他们光光光升到八二多级 有可能 我跟你说 往后 因为我看后台好久都没看见这么大号 号我跟你说 现在八十级的号 卖也就三千块钱 估计都没人用 不值钱了账号 原来那八二多级账号还能卖点钱 现在不值钱了 谢谢乐乐 你现在买的八二级号都不值钱 两三千块钱吗 原来可能能卖个七八千一万块钱 现在不值钱了 你现在买一空黄帝号好像也就一万块钱吧 能有几个月超级黄帝一万块钱啊 一百多级的号 现在号可便宜了 不值钱了 一百多级的黄帝号也就一万块钱啊 所以那八二三级号想半天也不知道是谁 都于是拉了 但是问题是光机把拉咱着急也没用啊 犯息 现在你去买等级号特别便宜 不值钱 你要真是说像五六十级那账号都不值钱 几百块钱也就 特别特别便宜现在 不值钱了 所以我们俩猜半天 这八二三级到底是谁啊 哎呀 琢磨半天没琢磨明白是谁 妈的 也他妈没有 我那会看后台也没有八二多级账号 忽然可能给女主国刷起来的 刷了几十万 我估计 然后突然一看就是八二三级 然后直接注销了 妈的 是谁不知道 而且还是今年年初的 他妈的 买号过来装逼啊 能干嘛呀 就跟你买传奇账号似的 虽然没攻击力 但是那什么呀 但是能拿大号吹牛逼啊 车船又犯病了 什么意思 没懂 车船那号不挂着分呢 车船刚才给我发一期正吃饭呢 哎这酸奶应该最后一个还有吗 没了保佑 好都吃完了别浪水 看女主播翻面是正常 看女主播翻面刷一大堆礼物太正常了 那也太激动了 哎宝宝用开盖吗 为什么要开盖的 这顿到啥时候 本来开盖都不好说他了 好吧 女主播刷礼物确实上瘾 所以为什么说 昨天晚上一看后台突然一八二多 八二三级的号注销 我就琢磨半天 没琢磨明白是谁 想半天呀 今天年初给的房购 我问你是谁呢 卧槽 说他妈注销就注销了账号 这他妈账号等级白胜 一分钱没剩啊 纯赔呀 你卖了号还能赚回两三千你 哈哈哈哈 你先后拉倒吧 几十万都刷了 差剩那两三千 这天越来越冷了 我跟你说 越往后越冷了 以后你鼓球那么一下都就不开锅了 咯没气了 怎么着 没气了吧 没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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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拿个气去 等会啊 我给你拿个气去 叫啥呢 怎么了 哪人叫呢 人那边动车 那边应该有声他就叫了 我走 那边有声 那边有个小野狗 没有那边过车呢 OK 哎呀 这才是生活呀 你要做主播 你也能有这种生活 正好你吃完那 你吃完 不用了 我直接拿这就完了 拿这当烟灰盖 小的满地上 都是烟土 我像桃花啊 等会啊 不着急 这还有 这还有点可乐 我也不想喝 有点不行 他给他都倒在那边 我发现可乐哥多了 特好吃 特甜 特好吃 是的 但是他现在得要那么少 你去帮他 反正把我们去过班 奋斗一辈子最想过这种生活呀 问题是 其实我跟你说 有钱你就能过了 或者每个月有固定的一些收入 你就可以过这种生活 但是其实你要真是过这种生活 时间长了 你也觉得腻了 你知道吗 所以坐房车就是这种生活 挺好玩 尤其是说在城里上班的 很少出来呢 看看这种生活还是挺舒服的 但是你玩时间长了 其实也能把挺累的 玩这种生活 也能把够累的 天天四餐一汤呢 怪馋人 没有那么多 每天基本的都一两道菜 不用我这吱吱吱那就行 吱吱吱那就行了 一会儿了 外边有风 所以说就得盖盖 不盖盖 有点慢 盖盖快 你看小妈不是等你吗 你这一吹又二铃来了 二铃王八蛋 二铃哥哥你好 欢迎你二铃哥哥 喝二铃拉了二铃 拉成狗了今天 喝喝 这两天英雄联盟比赛 夜里连他妈人都没有 全给拐跑了 RNG回家了 二铃哥哥 二铃给你留点 给你留点鸡翅等你回来 请你吃可乐鸡翅 没带没带没带那几只狗 2021年了还开四门八道 又开你那两门八道去了 王八读了 你那两门八道给人弄了吗 白天也人少小熊 我发现就晚上八九点那会开播 人气能高点 八九点九十点左右 昨天晚上人气其实 就是 礼物昨天挺多 人气也不算太多 都等着看比赛 什么世界 世界什么比赛 啥的 不看英雄市 这两天看的多呀 没啥人呀 都看比赛去了呀 RNG回家了呀 他没睡觉 其实他在那躺着晒太阳 就是等你喂他鸡翅呢 他闻见味儿了 你知道吗 我估计他长胖子呢 你发现了吗 你看他想骂不 每天中午准时之年 过来等饭吃 每天过来叫我俩来的 准时之年在那等着饭吃 你看他去哪儿弄着泥 脏猪似的 这就是老板没给他洗 应该洗洗澡了 天天就在这早半天 弄在身上跟他们骂不似的 他就是骂不 哎 米饭蒸上了 二零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二零 又来显摸你的二门八道来了 灯泡皮蛋大头 说你们俩居然在我背地里有狗 那不是我们的狗 这是那老板的狗 那个营利老板 那营利老板好像养了好多小野狗 他这他这院子里好多小野狗 人家不叫小野狗 一看这些狗都是特意花钱买的 你居然把人家花钱买的狗当野狗看 就是造的脏的点呗 然后呢这这狗多吧 好多小野狗都往这边聚集 那个黑头银背的那啥 你拿人当野狗 那谁卖命啊兄弟 吃点喝点再打点 买命 恭喜电刀摩天轮 狗鸡巴没点出来 昨天言明也电刀好多 狗鸡巴没点出来 不用点一半 照满点吧 小伙子加油 今天一心有点微 愿意发干嘛呢 点点我的一心吧 哥哥 今天一心微了 今天一心 一心醋啊 哇操 你看没有 他每次躺在阳光底下 你看没有 他就跟死了一样 跟咱家狗一样 爱晒太阳 狗都爱晒太阳 你一心可以给你过 但是 然后呢 又要点火 又要卸轮胎 哎呀王八的 你除了卸轮胎 你不会干别的了 二零 我算了一下 我十一月十号之前 应该能到一百集 白嫖流 谢谢你 应该能到一百集 所以就是 十一月一号 十一月十号 十一月十号 这应该差不多 没问题 一百集能咋的呀 一百集就终于99821 那就过了呀 终于一百集满集了 舒服了 妈的没有遗憾了 哪天真被永封了 拨不了了 没有遗憾 起码板集了 华操 就这样追究了 那没辙呀 终于拨板集了 不容易呀 夸刚板集 回头开那么一百五 你就傻逼了 我希望你能满集之前 别开一百五就行了 唉 没错 你心里既然知道 要卸轮胎 那么想过一销就去拆吧 算了哥 算了 拆了轮胎 这车开不走了一会儿 哈哈哈 不过真是一百集就没遗憾了 他拆完轮胎就得挨揍 过两天说 真的 咱十二十多 升到一百集 甭管怎么着吧 就确实没啥遗憾 毕竟定期了嘛 也不 咱也不至于说满集主播不赚钱 挣钱肯定是赚钱 所以说满集真他妈男生啊 他妈的 终于快了 九九八十一代啊 你拆了再装回去啊 你我都怕我装不回去啊 我怕我装不回去啊 我操 我要会装我绝对拆 你我怕装了拆 他能装 他能装 拆 你装不回去就傻逼了 这回事也都回不去了 我操 二零真变态 天天让我他妈写轮胎王八蛋 你他妈是人吗你 我发现了 现在老板刷礼物的点就是越变态越好 谢谢星宇啊兄弟 点不是关注不迷路啊 越来帮弟弟点点呢 就帮帮点点 医生任务加油 今天确实有点那么低 我觉得昨天晚上再怎么着 应该也能过一万 妈的一万都没过去 我后面备胎啊 在我那个在我后备箱底下呢 那么你对着你旁边的狗子 屁眼亲一个滚蛋 对嘴亲他都不亲 还屁眼呢 他要亲完屁眼以后 就别骑我了 二零我发现现在你怎么那么变态 不是让我卸轮胎 就是他妈亲狗屁眼的 我操你真他妈是变态 现在我发现二零你一天比一天变态 你这小子现在刚二十岁 这他妈要真长到三十岁 你他妈比车神都要变态 王八蛋 真他妈臭狗屎变态玩意 垃圾都给我 还有垃圾吗 垃圾都给我 你就是自己抓里吧 严明就是严明就是垃圾垃圾 你想过一心那麽就要付出 有代价的 严明救救我吧 二零老想整我 严明说呸 严明救救我吧严明 二零老想得机会整我呀 王八蛋 这个臭狗屎 严明 严爸爸救救我吧严爸爸 原来老爸你是我的不对 严明 救救我吧严明 救救我吧 刚卷上老子严明 我知道妈你是我的不对 救救我吧严大明 千万别让二零得逞这王八蛋 一心很快一个超火就过了 至于你想不想过就看定了 又给我洗脑子在这王八蛋 王八蛋二零 这个王八蛋超狗屎 切完你屁股直播间都没了 你是人吗你 那麽损呢 这娘们更损我告诉你 纯纯的他妈的潘金莲天天老想给我下药 给我毒死 这王八蛋那娘们臭狗屎 跟严明一样坏逼 纯纯的坏逼一个 那谁二零今天你不忙啊 二零 是不是你知道今天我拉了所以特意你过来看我呀 二零像哥哥 二零哥哥最仗意 或者给你简单一点你把机油放了就可以 就要么把这车拆了要么就弄那车要么就亲狗屁眼 除了车就是狗 机油 就那车上机油 机油是啥玩意儿 我刷俩飞机其实为了加强诅咒而已 我刷完就没人刷了 有人刷 你刷完昨天那谁冰箱也刷了个飞机的 纯纯的狗篮子严明 见死不救 王八蛋 哎呦木花谢谢你 机油是干啥使的呀 喝的炒菜用的 咱炒菜用的都是汽车的机油 就是手油 哈哈哈哈哈哈 那谁二货谢谢你 点播观众加油了 点点一心了哥哥们 哎呀 你看没有 狗的一生就是没心没肺 往那一躺就行 怎么说二零算了二零 二零算了 这活留着吧 等哪天这车快包废了再弄吧 啊二零 要么亲狗屁眼也算了兄弟 太糟了我糟哥 你让我亲点别的也行 亲他妈狗屁眼 亲他嘴都不当心 你这他妈不是人 让我亲狗屁眼 你他妈王八蛋 哎呀黑白啊 言哥哥 言明哥哥你好 看这名很眼熟 你这机会有点太贵了 你这机会有点脏啊 卧槽 二零 给我机会不中用 我都他妈成封标了 我都封标了 你没看过政府啊封标 刘花江给你机会你不中用 今天这牙要好多了 今天更能吃干脆面了 明天明天买两箱 那小换兄弟还能挤卡片水浒卡 或者把车翻了开翻了也行 纯纯的跟狗似的二零 王八蛋 TA兄弟谢谢你 狗屎 年轻人不真是二零不要太气盛 我一进一出就是黄金跑车啊 就是绣黄金跑车 孝月还真是啊 好久都没有拿日榜第一了 日榜第一还能有个黄金跑车 谢谢孝月兄弟 晚上吃啥呀 晚上不说吃火锅吗 你要想吃火锅就买火锅 不想吃火锅就弄别的也行 但是不知道吃啥了呀 只要你别让我炖排骨了就行 除了炖排骨 那你还想吃炖啥你想吃啥 不气声还叫年轻人吗 送老虎 那问题除了吃火锅你还想吃啥 吃火锅倒行 还是说买点那个抽热香吧 但是抽热香跟火锅 我感觉吃的都挺快的 吃不了几分钟就吃完了 都一样 反正底调咱都有 嗯 吃火锅也行 能一清糖能一麻辣 对吃火锅能吃清糖 抽热香没发生什么 我看看今天晚上几度 屋里吃 哎小魔王谢谢你 呃今天晚上五度 我看我看看几点啊 哦晚上 差不多十点十一 十点十一点八度 没风 但是我估计也挺冷的 嗯 吃火锅要不就跟屋里吃 圆圆锅跟屋吃吧 是那就跟屋里吃吧 二零怎么来了 又变成刘花强了 你他妈是送老虎 延明他妈封标 正好突逼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大烟明 老兔子 等会儿这鸡池还得再来会儿别着急啊 我怎么感觉他那锅盖 有时候老给他盖不好呢 这骨盖 妈的 咋了 圈圈圈 我那车玻璃玻璃多少钱 二零别点火了啊二零 本来这两天就男孩老吉本在那点火 又要砸玻璃 又是他妈亲狗屁眼的 又他妈写轮胎喝鸡油的 真他妈不是人臭变态 没干过没干过 一会儿给他开大点火 再给他倒点可乐 还有好多可乐 他一会儿这都准备 这些汤都冻不着急啊 好吧 还得收汤呢 那谁二零哪天来直播间呢 哪天能正常一些呀 圈圈谢谢 圈圈目不得阿圈 阿圈目不得阿圈 哪天二零能来的时候 能正常一些呀 王八读子 不能啊 正常就不叫二零的 是不是 正常就不是二零的王八读子 天天贴膜修车都都玩傻了 改装车改呢 王八读子 你想想你想什么呀 谢谢圈圈 没点关注的啊 愿意帮个门的 一休点两手 摸摸的 希望大哥们呢 一发入魂啊 抱点大礼物 我想想怎么给你一机会 哥你的机会太贵了 你的机会太贵了 算了哥 你的机会太贵了兄弟 便宜点也许太贵了 哎呀 哎呀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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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明儿问半天 严明儿问你中午吃什么 严明儿也没也没说 今天叔叔阿姨中午给你做什么吃啊 小明子 小严明儿 哎呀还真香 可能就是野外的感觉 玻璃水系列 玻璃水系列 垃圾巴倒吧 他妈拿玻璃水系列 你咋想的呀 这他妈还有人知招呢 我操 每天中午都是面条 面条好吃 是 房车上用啥 不知道 你想用啥呀 二零问你房车上有啥有 有啥能他用的 你没啥用的呀 小料 能让他喝调料 严明儿每天家里都吃那天中午 行外面收拾枝就行了 打开锅就行了 哎六四二八兄弟 等着收拾枝能吃了一会儿 哎还行哎 越顿越入味 卧槽 这杀还挺深 行吗 下次可以做这搁点红糖 什么叫行吗 平时不搁糖啊 我想起那个 那个是做什么美食搁红糖 特香 胡金莲快乐 甩二零 二零我牙帮的本来就肿的 你天天老想折磨我 二零爸爸 得点礼物太难了 现在 谢谢六四二八 我这牙本来就肿了呢 就跟严明儿一样 每天就干不了什么人事 干他妈人事 就不叫严明儿跟他们二零了 王八蛋 你就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熟吗 你他妈没好问题 王八蛋 我希望我大拿哥赶紧来呀 我拿哥 大帅逼 我拿哥可能又退鱼了 我拿哥 怎么了 什么问题你说 你他妈没好问题 我跟你说 你牙绝皮没好问题 王八蛋 你牙想不想过一心 问题是你他妈 你他妈问我过一心 你的问题要不就是砸玻璃 要不就是卸轮胎 亲狗屁眼 要不拿玻璃水洗脸 没他妈别的点活了 我操 你要说能完成的活 你那妈基本活的啥活 亲他妈狗屁眼 你看看 让我亲那狗屁眼 狗脏的跟狗爪子都不能亲 那狗脏死了 那一扒我我都想死 要不就让我玩命 喝他妈辣椒水 喝他妈热喝他妈辣 本来我这牙就肿了呢 快乐水 你喝啥呀 准备喝啥呀 我本来我这牙包子就肿了呢 我那儿 拿鸽是老水友的 但是他前两天回来 玩两天就不玩了 就玩两天 就玩两天 花了他妈二十多万 就玩两天不玩了 谁知道他怎么想的呀 不知道他咋想的 花了二十万 玩两天不玩了 不过挺仗义的 我拿鸽甭管怎么着 来我房间 人家也给我刷了那么多钱 他在语音区玩了二十万 亏了二十万 就玩得刷礼物 在家玩那个什么什么 跟人刷礼物什么的 二十万 所以估计伤心不玩了 玩了我两天不玩了 往拔牙的伤口撒辣椒水 老猴子自信 没事我相信二十零不会这样的 哎 没辙呀 这就是什么呀 我跟你说的患难见真情 没辙呀 快乐耍二点零漱口 鸡翅可乐鸡翅 他挺疼你 束口不搭啥水 谢谢十八年兄弟 谢谢十八年破费了 今天中午做个可乐鸡翅吃 居然没有整大脸活的项目 没有一直就没有 所以说我说你心疼心疼我 你还不理我 你他妈还骂我 从他妈去年玩房车百个就完命整我 就没有一个人整他妈胡子 全他妈整我 一说话都他妈自己人 到他妈我那儿就完命让我喝着让我喝哪 你说多他妈王八蛋 我八万致是我的牙磅子肿了 还他妈让我漱口 你说多损的让我亲狗屁眼的 严明严明跟王侯 我我没少向着你俩说话 你跟他俩一会儿还不是消息人 真是我发现了跟你俩一会儿 到最后死的就是我王八蛋 这他妈不是人 谢谢阿公 就跟严明他俩混的都是纯临嘛 我他妈有时候他们怼你的时候 我他妈一直帮你俩说话 翻过来跟他妈咬我 对 这他妈不是东西你俩 就严瞅着让人整我 让我玩命拔完牙牙肿着 让我玩命他妈兽女 就这俩逼真他妈蠢蠢王八蛋 我跟你说 真他妈孙子 他俩哪天夸站出来 不行我给你过了 不能让人欺负我禁德 那就不是他俩了 怎么了二零 没好事 一叫我没他妈好基本事我跟你说 一叫我绝对没好事王八蛋 臭狗屎 绝逼没好事 我有什么调料 那你得问我媳妇 嗯 就是酱油 生抽 老抽 油啊 我他妈不是建议他们整 你别建议 你就说应该说什么呀 二零 这任务我过你们一起整大脸活多好 哈哈 你有病不 你他妈光建议有他妈什么用啊 二零他不听建议 他他妈就想整我 你大爷呢 没领证呢 我们俩明年领证 然后有番茄酱 我操番茄酱 还有呢 光他妈写了 怎么他妈整我了 你大爷呢 不 胡思令自己人 你说二零就认定 胡思令是自己人 你王八蛋 我告诉你二零 整他妈胡思令 才他妈好玩呢 你光他妈整我没劲 二零你让他吃我鼻屎 不吃 你自己留着吧 后来鸡巴咸 本来就鸡巴上火了 你怎么知道咸 总吃吧 那会他妈吃过 我吼他妈咳 那王八蛋 臭狗屎 你看没有 就他妈你在那乐 这狗都过来上那睡了 狗都离你远点王八蛋 你看没有 狗都过来睡掉了 都不躺到边上了 还在那臭美呢 这狗都觉得 你这女的太坏了 真他妈孙 早晚我得死你手上 就知那阴招 我跟你说孙招子呢 行了 弄了多长时间 一小时都不到 还挺快 不能就弄一小时呢 这个熟的很快 正好米饭也熟了 正好把米饭锅 直接提出来 阿菜 谢谢你 谢谢HAPP 谢谢兄弟 点摸观众 不迷路 帮帮点点衣服了 哥哥们加油咯 摸摸刀 狗说了 既然要亲屁眼 我都过来 哈哈哈 言明 你压满脑子 心他妈狗屁眼 你他妈这臭 鸡毛毛毛的变态 刘花强可不像你他妈变态 忘不读了 太好了 今天又有人帮帮帮帮包鸡皮吃了 我没说要帮你包 媳妇辛苦你了摸摸打 我不想辛苦 摸摸打 媳妇最好的媳妇 言明也最好 你找别的媳妇吧 看别的媳妇能不能包鸡皮 要不一会儿不好刷 等会儿啊 准备吃饭了 你说自己真是能弄一个这院子 夸夸一弄多好 番茄酱有多少 番茄酱有多少啊 半袋番茄酱 你要搞好 反正一年没吃了 但是哥冰箱里应该换不了 没在冰箱 没在冰箱吗 我的妈呀 应该没事 他那个平常哥应该没事 番茄酱没事 换不了应该换不了 要坏了就你妈好玩了 哇操 那谁REN兄弟 谢谢你 等会儿啊 拿米饭去了 番茄酱不知道坏没坏 搁房车里一年就没动过了 这要坏了就好玩了我跟你说 准备开车 饭碗没拿了吧 不吃你全部挤脸上放五分钟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拿哥快来吧 我拿哥 我拿哥快来吧 出把手吧 我拿哥 别听了 我拿哥 我要是拨妞 一个超伙 把大脸活 头发好下来 拨妞都两年都退余 不玩了 颜明 不要再说拨妞了 拨妞人都早就不玩 你还老天天说 拨妞都退余两年多了 你还老想着拨妞 你得多他妈喜欢拨妞了 拨妞都看不上你 别老想了 别老念到拨妞了 明白了吗 颜明 这个活儿剪的 你刷吧 刷完了我就挤 你刷吧 刷完了 我让他把番茄酱拿出来 好不容易找个头发少的还不能提 不是 人都不玩了 你还提人干啥也 而且别老提人女人的痛处好不好 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天天老说有女人 你骂会胡思量也行啊 你先看看有多少等会 媳妇 你把那番茄酱拿出来 那谁那个二零说看看有多少 等会 我让他 我的妈呀 卧槽新的呀卧槽 你看看保质器到什么时候 肯定过期了 不用看了 你自己看吧 这你妈的 到哪天啊这个 保质器十二个月 看来过期了这个 肯定过期了 生产日期在哪呢 哎 生产日期呢 生产日期在哪呢 凌川旭 哎 生产日期呢 等会我给你找生产日期啊 肯定是过期了 去年买的了 十二个月 啊这儿呢 我操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六号 看见没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六号 过期了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六号 生产日期 哇操 啊开盖肯定要换 不开盖都得换 五分钟是吧 你刷吧 刷完马上涂脸上 不就是 这活可以接 直接洗就行了 就跟他们连麦似的 往脸上化妆一样 无所谓 这没问题 我都他妈给你抹上 行吧二零二 我让我媳妇急 我都他妈给你抹上 但是我怕能一伸一会 又要拿纸帮我垫上点 行没问题 抹一头啊 抹一头 问题是我得洗啊 我不是不方便 在这车上现在洗澡的 没事 那谁二零 你要需要抹 没问题 你刷吧 刷完马上抹 不就是 不就是 车你妈一会儿 招操一个 哇操 二零这也二零 你看行吧二零 咱俩商量个事二零 这也二零 你刷完了 你给我十分钟 我先吃饭 我吃完饭 我都给牙抹上就完了 行不 甭说五分钟了 我也不洗 就一直这么呆了 呆到我下坡就完了 但是我估计我怕我糟糕了 五分钟最多了 你不能再到下坡 那回头你洗都得啥了 洗 那洗澡呗 他过敏他不行 他再过敏了 这个番茄酱不会过敏吧 番茄酱他没有酒精 不会过敏吧 但是你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五分钟应该没事吧 五分钟没事 但你家挺到下坡肯定得过敏 不是 他番茄酱里边没有酒精 应该没事 那这么呼时间长了也不行啊 五分钟没事 你时间再长不行 你要到下坡几点呢 别他妈回头晚上一开播一打猪头 卧槽 没事你弄吧 弄完我上那洗就完了五分钟 那我上那洗不就完了 对你就洗吧 你得洗五分钟 因为我觉得他里边没酒精 应该不会过敏 这玩意没事我觉得 反正这扔了也扔了 你给我十分钟我先把饭吃了 行吧 你先刷刷完了 我吃完饭我再弄 我怕回头弄完了 我没法吃饭了 全全谢谢你 行吧 靠谱吧 答应你 没问题 一会把蜡布也给抹了 一会给小蜡布也抹了 这怎么会 小蜡布就不抹了 抹我就行了 一会弄完五分钟我上那洗就完了 一会你可以帮我烧点水也行 烧点水我把头洗 我帮你烧点水 正好有盆 烧点热水我把脸洗了头洗了就行 没事 或者十分钟吃饭的时候抹 我吃完再抹就完了 我 我吃完饭给你抹不就完了吗 我吃完烟我先吃饭 我怕一会抹完了 没法吃饭了 行吧 变态 纯纯的臭变态 这城市买完了你终于喝了 买好几天了 飘兄弟啊 等会儿我先吃饭 某些人帮着包皮吧 还等啥呢某些人 我吃完再弄 我现在要不我弄完了我没法吃饭了 凉了没法吃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媳妇特别不爱吃这个吗 因为每次一吃那个他老帮我扒皮 那皮你不吃啊那皮 我疯了我现在连这菜我都不想吃 所以自从他认识我之后可乐鸡吃这道菜他再也不吃了 我现在右边浓小了 嗯 真那么好吃 行 行 那谁那个中山兄弟 这阿怪这个咪 看着点阿怪那小子 那小子光他妈拿嘴办事 也是个神经病 神经病 这孩子脑子有问题 就在那看着他妈妈不行事了 我妈妈 小说一遍 你们要想封就把那阿怪什么不怪那小子给三百六封了 那小子他们脑子有问题 真是想那孩子 嗯 那行 你不吃啊 没过我这不给你包皮了吗 看着好心疼哦 其实你拿那面包盘 你可以蘸点这汤出来好吃 这汤香 这汤绝了 你要把这骨头 可以给妈给我吃 我说你不给人家吃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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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儿 这都是香蕉大味的 香蕉大味的 香蕉大味就他妈你一软了 哈哈哈哈 这麦包 不知道要起床了 这些汤特下饭 这小味道可以把这骨头充足喂 我得给你包皮 我还得别给它充足 没有没有 我就说一会儿可以喂它内 我发现就鸡肉维族吃的不上火 猪肉也不上火 羊肉苗肉是最上火的 羊肉苗肉是最上火的 香蕉大院的表面 就我一个 其实卧底隐藏在胡家大院 自己跟自己演戏的 我这手上你看不着吗 对不起啊 有眼无珠 不好意思老板 我发现这一出来吃饭 尤其在外边吃饭 本他妈香 在家吃绝对没有这种感觉 还得在外边吃 外边吃有那种野营的那种食欲 你瞎回等回院里的时候 你拿着饭上野地吃去 也有感觉 你拿着饭 撅他们毛楼子 看这里吃 等回院子 等回院子 我到时候待着这饭 到时候再弄的好的饭 在你们上野地吃去 上看这里吃去 更有感觉 我今天这鸡汁我都能吃了 那些火腔 拿饭去野分头吃 还是就是变态 你说你这小子个20岁 就这么变态 你说你要真长大了 30岁40岁 你得多变态 解 妈伯 这个是太咸了 他吃那骨头都可以炼牙抹牙 是好吃的 你比眼睛小一顿一顿够的也往上了 炒烂 前面就是熟豆子 我说往后是熟豆子 往后是熟豆子 往后是熟豆子 小瓦子 不能也吃那么多 我的多也 别让它太咸 不容易搞乱 有块肉 今天弄的鸡翅最好吃 牛奶 我熟豆子 你熟狗 咱这房间呀说半天 这一房间的处 全是生猫 这鸭一好 吃饭都香了 前两天鸭肿的饭都吃不下去 就那致死疼的 这一扒烂好多了 别卡嗓子 慢慢吃了宝贝 你是蛇 你是蛇 你他妈是乌 好 出锅 出锅盐 等会儿啊 牙是不疼的 牙好多了 等会儿出锅盐得吃 把这生意的也吃完 从前面吧先 看会儿车吧 出锅盐 把剩下的解决掉 别浪费 怎么还又来了 没吃饱啊 宝贝 不能下吃那太咸了 要不吃完又让你长赖 一会儿把剩下的这点都吃了 我发现我估计我昨天房车回去 最少得涨个五斤 你还是行 那就别看了二零 不看了不看了二零 太麻烦了 一会儿看这个 一会儿看那些 不让你看啥 跟他说半天都不让你要尬哈 二零爸爸 别点了 别点火了 你也留着钱吧兄弟 今天这一心不过就算了 没关系 你这一会儿一遍一会儿一遍呢 你到底要干啥呀哥 本来我这牙就疼 你也省着点钱吧 不用刷了啊兄弟 不玩了不玩了 你你愿意看看别人玩 你看别人玩吧 我不搞我牙疼 你留着钱吧啊兄弟留着钱吧 今天这任务不过了不过了 太累了 这个 留着钱吧啊兄弟 哎 你看吃完就他妈睡掉去呢 你看看 吃完就他妈躺下了 这王八蛋 跟他妈烟灭一样 吃完就他妈躺下 是我我喝茶 哎 顺其自然 谢谢你 哎 吃完吃完饭 聊会儿天一会儿就下了 累了 这两天他妈剥的太累了 这两天尤其是牙疼弄的 这牙帮子一直肿的 玩命的吃消炎药啊 这他妈给我疼的 哎呀 我 我没不要你太累了哥 你这一会儿一变到底要干啥啊哥 我这完个正的任务太累了 你也省着点吧 这任务又不是没不过 不过就不过了 这过任务也是为了能挣点钱 你这一会儿一变 也不知道到底你到底想点啥活哥 哎 你看自己跟那玩上了痒痒 你是痒痒啊还是干啥呢宝贝 这王八犊子 这小王八犊子 哎呀弄啥了 弄泡面呐 咱家不没泡面了吗 你看看我老婆真不容易 啊疏口不至于 但是这两天就是拔完牙 牙一直肿 这两天吃消炎药好多了 牙没那么肿 刚拔的时候特肿 刚拔的时候挺疼的 现在好多了这条鱼 牙不来 上这来一会儿给你再给你再作个骨头吃 来 牙不来 牙不去啃去吧 我怕回头他吃这骨头 一会儿我怕扎的 你知道吗 去那边去那边 那边 去那边吃这吧 去那边对 哎去那边 哈哈哈 他没看见这骨头 这毛毛的骨头 哈哈哈 他今儿没看见 这毛毛的 这小毛毛 哎呀 你要看狗吃等会儿等会儿 他没去啊 去那儿 就在那儿呢骨头 这孩子傻呀 这孩子 多少袋啊去那边那样 妈妈妈 去去去去 呵呵 去那儿呢 去啊 这儿呢 呵呵 你看没还得阿姨弄 阿姨不弄他不行 你该给叼走 让那边啃去了 哈哈哈 不能喂他这个 这胃太咸嘛 我怕他长来 怎么不能让他吃太咸 喂的时候给他做一口 你吃饱了 没有我抽完一样我吃 呵呵 你看他就吃那脆骨 不能喂他太多这骨头 我怕一会儿扎到嗓子 这狗吃骨头 容易把嗓子卡了 可怜的媳妇吃泡面 看着好心疼啊 媳妇要不我吃泡面 你吃肉吧 你都炫饱了 你吃个屁口 呵呵 然后就烦吃这个 哎呀 你看他吃的还挺香 啊狗是吃不了骨头 不是说第一次 不是说第一次 不听 他骨头可以啃 但是他容易把那个肠子给刮出血 明白吧 所以为他骨头 尽量为他小骨头 别为他太大的骨头 要不为他的大骨头 他容易咽进去 容易卡嗓子 不是不是我们养的 这是营地老板的狗 不是我们的 营地老板的狗 不是我们的 大狗也不能吃 你像我们家狗也不能吃 我们家狗吃东西他们吞 不嚼 那更不行 我们家的大狗 每次给他咬鹿角的时候就不行 老在那推 我老怕会都给那鹿角咽了 这要咽了那么 要咽了那么去医院就得开刀了 干啥呢 要咽咽吗 你咽咽 去找鸟大去 去找鸟大去 找鸟大去 肉太鸟没法给他 手套打 我给他吃 有点肉 给他做干净 给他吃 有点肉 给他做干净 吃 还吃还想像你啊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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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看狗 中的骨子嘎嘣脆 就行 言明儿 你吃饭是不是也嘎嘣脆 怎么啦 肥子吃肥子胖了 我俩每次中午吃饭都在围上去 咱俩坐房车走了 我估计他都不习惯 今天上来找神来 准时12点过来叫我俩起床为他吃 所以每次我们俩 中午时间开播一开门 他绝对在猛口 被习惯了 我给你吃面包你也不吃 给面包也不吃 每天给他弄炒饭他也不吃 就吃肉 就他妈吃骨子 你饭一点不吃面前都不吃 言明儿 言明儿还在吗 那83级的号想出是谁了吗 来宝宝 这狗不能带走 即使老板让我在我也没法带走 这要是我们家的狗一回了 一口不就一饿呀 要真带回去 我家狗肯定有了 所以肯定不能带走 给他带走了 带回家了就是害了 要命了 来 来慢慢吃 整起今天一点困 他肯骨头的时候他也能磨磨牙 就给你这嘞 要磨磨你的狗牙 狗牙上也有结石 所以让他咬咬骨头就当磨牙了 是好事 但是不能喂太鲜 帮我来手骨头 来 偷不看我 偷不看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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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二零 说 有事您说 你也不想吃 烟瓶你也不想吃菜 也不想吃菜 走 来 白晓鱼 白晓鱼 你记住 我欠你一活 王八蛋 我欠你是哪个活 是他妈亲狗屁眼 还是他妈写轮胎 他得说明白 你呀别等哪天 他妈突然想你 泡面是不是也这么过期了 超火 这王八蛋 臭王八蛋 我这泡面是不是也过期了 二零那咱得先说清楚 咱欠的是哪个活 清狗屁眼 还是用玻璃水洗脸 还是番茄酱洗头洗脸 还是拆轮胎 你得说明白呀 你光说欠你一活 你得说明白呀哥 要不就这样 哪天去修理厂 我当里面让人教我拆 我给拆了再帮我装回去 你叔叔就会 这倒是 我开回家了 我爸给我装回去 你等叔叔来了 你让叔叔 你自己拆了 问叔叔怎么教装 你教你装 你他妈也够损的 还他妈给人支招呢 你也够损的 看见人他妈刷超火 你也跟旁边跟那坏 跟那翻坏 不是啊 关键你废物 人家都会拆会装的 人家那个炮小炮娘们不都是 二零刷上礼物 这鸭呢也开始支阴招呢 一看那挣钱了 赶紧出阴招 我还没想好 反正这个卡片 你就欠我了 二零爸爸 我还是那句话 那个活呢 肯定能帮能点 没问题 而且也肯定能帮你满意 但是你要说像玻璃水洗脸 对身体有伤害的 这也没法做 明白了吗 二零 你要说番茄酱 洗头洗脸 包括吃拉蒜 吃芥末 我都能没问题 你要说真是让我拿玻璃水洗脸啥的 你要说我会卸轮胎 我肯定去卸 明白吗 不是说 没有 不是说当哥的跟你那耍赖 你知道吗 明白吗 二零 我要能做的事 我一定去做 明白吗 你哪怕说 等哪天你想起这事 你等我回家 可能说你突然想起这活了 我连续给你吃一头大蒜都没事 小柯南姐姐行不 你要说吃芥末 吃一管我不敢 你要说那芥末呢 那一管能吃个三分之一 差不多应该行 对 你要说这种事 我都能给你完成 你非得让我他妈拿玻璃水洗脸 要么就卸轮胎去 没有意义的活你知道吗 所以你记住了二零 哥哥绝对不会跟任何人滚刀 只要我能完成的 我绝对不跟你装孙子 行吧 你可以先想想 就是我能完成的基础上 我绝对给你去弄 我绝对给你去弄 真的我要会卸轮胎 我绝对谢谢 我都不用你 卸轮胎还没伤害多好啊 问题我他妈没借过呀 我他妈但愿要谢过 绝对谢谢 我还等你说 对吧 我卸轮胎对身体也没伤害 那肯定更好 所以你老天天纠结于 让我给你卸轮胎去 我怕我卸完轮胎 我安不回去了 明白吗二零 你想点的活 我还是那句话 你不管是喝这个 喝那个 吃那个 我都能给你完成 你要说拿玻璃水洗脸 说实话那没法洗 我跟你说 我拿玻璃水洗完脸 我这眼睛都得瞎了 那是化学东西 我咋弄 这张是别名出的呀 咱换句话说 一超伙 你刷两千没毛病 毕竟是老板 主播也就挣八百块钱 我不能说 因为这八百块钱 我给我脸都回容 明白吧 不是说不是哥 不是哥不答应你的请求 你给我刷一百个超伙 我也不能拿玻璃水洗脸 我洗完脸 不是他出的吧 我这也是 不是他出的 就说呀 我真喜欢我的眼睛就得瞎了 二零不能这么损 这损招 所以就是小号在那瞎支招吗 我不知道是谁 一小号出的招 往他复制 往他说这也行 这不是二零小号 小号不用理 小号不用理 去腻眼 就去腻眼 要不这样 我把房车给你点了多好 想看刺激了吗 直播把房车给你点了多好 这轮台没意思 直接点房车多好 把房车给你烧了 这多刺激啊 你看行吗 可乐洗脸那都不行 可乐洗脸啊 我那次看了一个 可乐洗头洗脸 这不算什么 但是我说实话 我前两天看那个新闻报道 好多连麦PK的低俗惩罚 里边就有用可乐洗头洗脸 不行 可能赌一不让步 虽然你天生毁 我肯定让你后悔 你欠我一次 龙吸水也算了 龙吸水那可乐 他妈喝完了 他妈胀死了 不是喝 你根本喝不进去 可乐里面放曼陀司 直接就窜上来 我知道不就是哥嘴里 那么老喝吗 那个龙吸 不用和他自己窜 我发现了 就是现在自从 在直播一连卖各种 各种点火 什么火都有 你看那会摆哥哥 摆哥哥那会说 给我刷超火 让我去你厕所 闻他妈大便去 闻姨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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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二零点的这些活 不算过分 二零点的这不算 谢胡子 就是你不费 哎 汪汪大哥 我家摆哥哥 那次差点 要给我刷一超火 让我去女厕所 找卫生巾 就是闻卫生巾 虽然不能上镜 说让我拍完视频 给他一个超火 我没接 这你妈也太恶心了 华操 可以 让我闻 他妈女厕所 那卫生巾 跟那厕纸 那一超火 你说这活简单吗 这活也简单 但是你说恶心吗 真他妈恶心 自己媳妇都他妈恶心 我告诉你二零 作为主播来说 咱甭说主播 你私下 你给人八百块钱 五百块钱 有的是人问你 明白吗 这东西是这样 所以百哥哥 当时最早就去年 玩房车 没少整我 百哥哥确实挺变态的 我百哥哥 让我吃着蒜 配他妈的 那个野韭菜花 再加上可乐 让我吃 因为这种碳酸饮料 你吃完蒜 越喝越辣 这都是 这都是我百哥哥 玩剩下的 包括让我吃 我吃我媳妇 鼻涕牛 所以说 总体来说 二零点的些轮胎 这都不算啥 就是包括把番茄酱 往脸上摸 就是过期了 保住去六个月 我做了怎么吃 忘忘兄弟 那么你依然 就敢去闻吗 这二零 我回家闻我媳妇的行 你要让我找一空 坐坐闻大姨妈 我说过天 你见见人 就以为你是骗态 别说闻了 你要是你在这夸 我妈一进你厕所 找姨妈进开始闻 卧槽 既然有那边 包酒 你看这样行吗 回家闻我媳妇的行吗 我撒包吊去 不是你冲进你厕所 忘忘 忘忘大哥去 我撒包吊 人家 大哥肯定是 人家冲进厕所 人家这边商务所呢 他赶紧上人马桶旁边 吞两个声 你马上就得有人包酒 忘忘大哥 碰飞 都绝了 他这么干的话 跟国外是不是都得逮都得逮他 喝一口不喝了今天 我刚吃饱了 刚吃完饭 你今天俩这么晚的大哥 你晚上干啥去 晚上没事 晚上开直播咱俩喝点 我俩回头我出去买点酒 刚吃完造的老饱了 能上头条 嗯 发自 哎呀妈 肯定报警 肯定 是 你不光报警 你确实还能那啥 能上头条 你这几点了还喝着呢 大哥 我俩还得今天买菜 买点晚上 看晚上吃点啥 买点菜 我不喝 我撤了 哈哈哈哈 你晚上来 晚上咱俩喝点 晚上正好 晚上吃火锅 晚上吃火锅喝点 晚上吃火锅喝点 正好买点下酒菜 家里下酒菜的酒啊 都没啥了 没有下酒菜没有了 酒可能剩一天的 完了 这活太变态了 二零谢了 二零 二零今天终于算半点人事了 王八蛋 天天到我 我就琢磨 让我谢灵台这事 你还能琢磨出啥事 二零 王八大哥也谢谢 火锅是瞎谱的 我俩晚上吃火锅 你要不想吃火锅 吃点别的也行 吃啥 主要是说实话 每天白天 再加上晚上 天天吃 说实话 真不知道吃啥 这东西都基本吃腻 你说吧 你吃点简单的 就怕有机会没效 这怎么闻屎 过来 这怎么他们聊着聊着 怎么还闻坨屎 这不屎吗 一焯火 吃屎有没有点活的 老板 一个焯火马上把这 直接就拿走 直接就吃 有没有老板点活吃屎的 那边还有隔夜屎的 你看看什么叫牛逼 一个焯火这一坨屎 直接隔嘴里嚼 不嚼我是狗 不吃我是狗 俩焯火让胡思令吃 两个焯火他吃 一个焯火我吃 拿起来就吃 绝对不 绝对不 绝对不带含糊的 这狗拉扫了 都这么不够你吃 你这一天 不用干别的了 光点活吃屎了 你说屎如果要能吃的话 没有那么多急生虫 你说这直播 如果要真能吃屎 你说得有多少主播 吃屎赚钱 我操 焯火已经给你了 二零那不算 他来了 高你开吃吧 二零那不算 二零那是人家单独想的活 不算这个 他说了等下次 不是这次 汪汪又喝呢 二零谢谢了 胡思靓俩焯火 表演活吃 啥玩意就我 俩焯火吃 吃狗屎 再赠一个我也得吃一瓣 哈哈哈哈 你他妈真不吃钱 你要想吃你就自己吃就完了 我他妈也不吃了 是我完成了 我的狗去闻屎去了 麻不替你完全认识了 麻不 这照应 自己不能吃 你蹲这拿一袍狗就能吃 但是他是他的屎 他自己不吃 我帮我蹲那儿查的 哎你说为啥呢 你说你要蹲那拿一袍狗就吃 他自己的 哎我就琢磨 你说为什么这泰迪不吃屎呢 为什么我们家那卡斯罗就基本吃屎呢 哎你你为啥不吃那泡屎啊 宝贝 我家卡斯罗就吃自己的屎 不知道为什么他你看他就不吃 那谁二里二王呢 还有那谁那个汪汪大哥也感谢破费了啊 没点关注再点不关注啊 其实在这边认识那小狗还挺好玩的 自闭谢谢你恶心 真是狗狗狗改不了吃屎吗 随主人 但是现在我家狗被我打的不敢吃屎了 你看人家就特听话 我发现一问题 就这狗啊 你就越散着养 这狗越听话 我发现这问题了 你看我家狗我就玩命管 他就老偷摸吃屎 你看人家散养的狗 人家就特听话 不知道为啥 我给你的超伙等于一个点活体验卡 我随时可以用 24小时以后吧 汪汪你这是要睡觉点 怎么着汪汪 199汪汪大哥谢谢你 这喝多了 在家喝闷酒呢 风台风小区了出不来了 21天 但是昨天看了看 昨天昌平 昨天昌平 昨天昌平出了7例 然后据说有两例来过 看别的小姐 大哥你看我吧 哥 别看小姐姐了 你静哥都他妈拉成狗了 都他妈快 都他妈快刷超火吃屎 他妈点任务了 昌平把风台 哦 旧了 是 风台 现在昌平那边挺严重的 昨天在昌平发现7例 其中有两例 来过顺义 离我村好像不到三公里 好像特别近 所以现在有个问题 我那妈回村还能不能回得去 你刚才说把房车点了 那我就点了 二零 我说的活不算 我说的活不算 旺旺的头像 小脑袋 戴大帽子 好玩 那应该他孩子 那应该是旺旺大哥喊我 AC兄弟 二零 我跟你说的活不算 你得自己想 你这样吧 你等我这两天回去 回院子 我把院子给你点了 你看不 点房车没劲 得点院子 点院子好玩 全村都出名 整个顺义都出名了 应该没事 小柯南节 我问问 我说活算 所以就点房车了 现在不算 二零 二零是这样 你今天说完超火呢 二十四小时以后 才能从业点活的 所以这二十四小时 你可以好好 咋不咋 点啥 今天就别点了 心疼心疼你静歌了 你静歌前两天 那牙肿的 说话嘴里都是血 我那天说 我拔完志尺 我夜里睡觉 我都咽血 我操 那血哗哗流 那是你儿子 是我知道 那肯定是你孩子 好 明天下午点房车 你这样 点我的没劲 这房车营地呢 大概有三四十辆房车 有进口的 有国产的 你可以挑一个 点别人的多刺激 点自己的没劲 明白了吗 点自己的多没劲 你得点别人的 你看全是房车 那边还有一奔驰房车 那老板说 那奔驰房车 大概最少得两百万 扔啥去了 那边有一奔驰房车 特牛逼 那房车得最少得两百万 哎 带他们转一圈这样 转一圈啊 你得拿着你手机 要不我手机没信号 哎 二六带你看一下 等会 这老板 这老板应该挺有钱的 等着带你看一去 那奔驰门口还挺亮S呢 挺牛逼的 走 再带爷爷奶奶 转一圈 我操这蜘蛛 但是这蜘蛛还 看不见 这蜘蛛还不算大 这蜘蛛在澳洲都不算大 带你看一看 那房车 行行行 那房车 我跟你说二零 那房车门口停了一辆X7 还停了一辆奔驰S 这房车 应地老板应该挺有钱的 来这边玩的人 应该也都挺有钱的 名牌哥哥 明天下午连天点 你呀就记住点房车了 昨天这个 昨天这个 那个车主来了 昨天这车主开一辆国产的特斯拉来了 然后呢收拾收拾 然后呢 没带两小时就走了 这这车主 这是越野的拖挂 专门上沙漠 包括去西藏就可以开这个 这这房车得奔着五六十万 就这一个越野大拖挂 走往那边走 走 子涵 来小妈不跟我们走 一块看看这圈 你看这边房车走了 看见没 这边房车走了 对 这是包年的院子 都是包年的 昨天这个我也看了 这个是这房主的一个什么呀 储物的东西 专门搁那些什么工具的房子 里边 里边不是厕所 这是专门搁那什么的 搁的工具 往那后边带一大备胎嘛 这 所以这房车是专门玩越野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专门出口的 明白吧 这是专门 这个房车厂家专门做出口 所以你看上面都是英文 其实它是国产 出口的质量更好点 来小妈不 带我们参观参观 哎呀老板大气 王八蛋 提着小猫驴进入直播间 这应该 这也是普通的 就是按咱那说 就是国产的自行式房车 一体房车 这辆车也就三十来万 落地差不多不到四十吧 一体房车都贵 因为有发动机 往这边 这辆车行 这辆车行也走了 走了好几天 那辆车也走了 往这个 这个车主前两天也来了 这个 这个前两天车主来了 但是也是收拾完 我没跟你说吗 冬天没人玩房车 因为太冷了 所以基本就是收拾完 过来看一眼就撤 往这个也走了 你看这边房车 营地也给清出来了 来小妈不是 带我们参观参观 往那天这个也是 这个房车也走了 一体房车 你看这个 这也是一种小拖挂 但是这种拖挂 应该是什么呀 你看 它这拖挂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上面那顶 是个帐篷 可以在上面住 所以它这房车呢 就是一个小的便携式的 然后呢 怎么说呢 反正是一个小便携式的 一个越野的东西 也是越野的 那边还有冰箱呢 我操 这应该是俩院子 一年三万 这俩院子连一起了嘛 所以它那边 那边停了一房车 但是那房车开走了 一体 往上来这一小拖挂 其实你们要真是愿意 玩野营越野的 就买一种 这种小拖挂就行 这种小拖挂七八万六七万 十万块钱以内很便宜 自己玩个小拖挂 弄个小营地 然后呢 包括各种的那种野营的工具 都在里边 这个挺全乎的 对 都是他们自己的车 往上这个 你看人家自己种的菜 种的葱 种的菜什么的 这都是自己的院子 自己种的 然后弄一个小小 那摇摇椅 啥玩意的 这边有户人 这个应该是新来的 看见没 这个应该 这车应该是新来的 这户 之前没注意 对 之前没有 往上 这是进口房车 这个前两天 车主也来了 基本就是收拾完 人家就走了 这是哪 这是法国房车吗 好像是法国的 这房车 这房车也得奔着 三十五六万 落地得四十多个 你还不算改装费 这个落地也得四十多万 小五十万吧 站车里唱一个 那谁 欢迎那宣言 所以这车咱就开不了 这车应该加起来 加上前柱 估计得八米到九米左右 这车 所以这后边的房车 超过六米 C本就开不了 所以这个车空间大 但是咱开不了 C1开不了 没戏 这车加上你前车 上高速的 奔着十四米 十五米 长 太长了 危险 这也是拖 这应该没来人 人家在这烤肉 人家吃烤肉 小缝车 看见没 就这种舒服 老板大气 他才不能 这有人 这也有人 这不一家的灯子吗 你看人家小院弄 这也有人 老八糟 这天都什么情况 六日都来 你发现没 周末都过了 这就是奔驰那房车 这也是进口的 你看这个 这就是进口那房 奔驰那 你看这个 这就是 这就是那 那有钱的 正常六日都是玩这个 你看这就是 这就是那老板的房车 前两天还停一辆车 往那门口停着S 就是这个 这两百多万 拓展的奔驰房车 这房车牛逼 我操了 往前走 这些 这些房车跟陆寻 都是那肯定的 那肯定的 就玩的不一样 这也是国产房车 这也得差不多 五六十万 这车牛逼 这车应该是日本的 这车牛逼 这车得奔着小一百万 就这个房车 你看这个 这也是纯进口的 这房车也得差不多 三五十万 你落地得奔着五十万 再加上改装六七十万 就差不多这种 看着好像奥迪 其实这种一体房车挺好玩 但是你看阿拉山英雄会 专门玩越野的 就是那种玩 玩那种房车的 阿拉山 这种小房车也特好 这种房车应该也便宜不了 不知道 厕所吧 好像是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这是老板的房车 这房车还行 上气 这也得差不多四五十万 这是拓展的 你看这 这就是老板那房车 望望 他这边各式各样的房车 什么都有 包括你在营地能修车 老板帮你 他这车得奔着十一米 就这房车 这房车牛逼 这房车空间大 但是你驾驶起来也比较麻烦 太长了 这个危险 对阿拉山那边玩房车的有钱人太多了 甭说玩房车玩车的人都太多了 各种木马人啥的 玩玩他妈阿拉山的人都这么有钱 什么呀 对呀拓展 但是拓展有一点什么呀 拓展虽然空间大 但是拓展怎么说呢 但是拓展容易落水 拓展 拓展挺好的 空间大 对空间大 你看那个 这也就是普通的小房车 一体的小房车 这个 中天房车 三四十万吧 三十万差不多 便宜点的国产一体房车二十多 当然落地奔着也得差不多三十了 三十多 好像这也是 这个好像一直没看见主人 这个主人一直没来 这个 这房车也挺大的 也是拓展的拓卦房车 对 带拓展的不便宜 当然带拓展的吧 怎么说容易漏水 你知道吗 那天看完你 我一个个要卖我一个拓卦 有 拓卦房车 带空调 带厨房 很正常 房车都带 那是最基本的设置 往这也是国产的 这是米野房车 跟我那房车差不多 这房车十万块钱 这房车跟咱那一样 差不多 四米六差不多 跟咱那一样的 四米六嘛 米野嘛 你看他那就跟咱一样 他这就租了整个院子一年 但是他外边没弄那护栏 你看见没 他要按道理 藏着时间在那弄 安全第一 他都能弄个护栏 对 所以这也就是 没事过来看一眼 收拾收拾 然后再回去 地暖 你可以啊 你只要有钱 你记住了 你只要有钱 房车你什么都能按 明白吗 就怕你没钱 明白吗 你要真有钱 你能地暖没问题 你搁有原子弹都没问题 只要你有钱 这房车呀 你想怎么改 怎么玩 只要你有钱都能改 就看你怎么玩 知道吗 所以这房车就跟那家一样 你想咋改 装啥 只要你有钱都能按上去 明白吗 这边 其实一体房车也挺好 但是一体 一体房车的空间太小 你知道吗 特别小了 对 这就是一栋炮房 没错 这也是 这也没人 这两天一直也没见到人 你看人家就是 弄一个车 旁边弄一小棚子 看见没 这小棚子里呀 夏天呀 喝点酒 抽点牛逼 弄点烧烤 颜色大哥 还有地锅 对 那地锅跟咱那地锅一样 可以在里边做点饭 招待朋友 招待客户 基本都在 这一个院子 一年一万五 水电都包 六日休息 你把客户朋友 请过来 吃点喝点 所以你看 现在六日就有人来 因为暖和呀 再加上休息 都来这玩 你看这个营地就空着呢 这营地就是 给它一万五 你把车停边上 在这儿 你自己种菜干嘛都行 无所谓 还带水 往那那个 那是充电桩 充电桩跟水都有 洗澡什么的 包括充电 也方便充电桩 往这边空着 这边原来 这儿有一房车 也是俩院子在一起 但是那边 应该走了 冬天 这车也走了 原来这儿还有一车呢 也走了 往这个 这个就是那天 给你们老奖的嘛 吕饭盒 吕饭盒 你看 你看人 看见没 那就是来人了 你看人家种的菜 看见没 人家会玩的 这就是兴州房车 这个房车 国产里 那时候老跟你们讲 这个国产里 最贵的就是兴州 里边外边 全是纯绿合金 这车挺牛逼的 这就是国产里 最贵的 就是这个兴州房车 三十多万那个 这就刚才看的月夜拖 这个 旁边那个 就在我们 就在我们旁边 这个 这就是弄的一个拓展房车 这个车主 得有差不多一个多月 快两月没来了 估计没准 一直忙 也没来 平常他们反正 一礼拜一个月 来个一两次 收拾收拾 毕竟自己的车嘛 全顿了 对 这车都贵 这车是里外 全都是纯绿合金 所以你可以上 你可以打开百度 搜索兴州房车 兴州房车里边呢 是国产房车 最贵的房车 然后呢 你可以查查 这一房车三十多万 最贵的六七十万都有 所以就是 唯一国产最贵的房车 能跟进口比的 也就是兴州房车 就是这款车 就是特像外星 你发现没 特别像像火星 反正就纯绿的 走吧 这就是我们的房车 哎 正好遛 卧槽 这怎么还没人收拾 卧槽 这什么情况 咱俩是垃圾制造 咱俩这什么 大大大 嘻巴嘻巴 死米达 问题是这边也没人收拾 藏着扔垃圾 这都被狗给掏了 来吧 这就是咱的小房车 咱们的小房车 这是咱的泡楼子 哎呀 所以我没跟你讲吧 那天我就说 一年一万五包水电 要真有辆房车 那院子都不用租了 往这一住 一个院子一百平米 一年一万五包水电 你可以租俩 租俩院子就是二百平米 弄一蒙古包 你这说是啊 我没跟你说吗 二零 我带你们看完这一圈之后 我觉得这车太low了 哎 那是颜色大哥 可以中菜 但是我们没租那么长时间 你知道那天我咋想的 二零 严肃 我那天说把我 把我住那院子退了 他这一个院子呀 一年是一万五一百平米 你看刚才不有俩院子 合一起吗 一年三万 我觉得跟他谈谈 俩院子一年两万七 两万八应该能谈 然后呢 我想的是把房车搁这 中间那大控场 我弄一蒙古包 然后中间把我那防雨棚 拿过来 也可以上水友住来 或玩来 我是这么想的 我算了一下 夏天不能说热 哈喽 我要真上这住来 我把空调什么的 全都搬过来 冬天也不冷 弄一蒙古包 因为二百平米的院子 就相当于 你看这个草子吗 到我这车后边 那么一个草 二百平米的院子 一年三万块钱 而且水电免费呀 你算吧 我住那院子 一度电一块钱 但是有一点冬天 他没有水 对 但是冬天 但是可以跟他说 能不能从底下走个水 可以 一样能洗澡 所以我跟我媳妇那意思 我跟他说 我说商量商量 但是我媳妇人家 就是也说 折腾 怕太折腾了 背运什么的 就怕那 我跟你说 小柯呢 你这么算 这院子肯定 比我那院子要划算 明白吗 然后呢 我买点就像 你看他那就是木的栅栅 看见没 这个木的栅栅 我可以买点铁的 我买点铁的 把我这院子一围 我养狗 我那狗也跑不出去 安全 是我跟你说圈圈 我跟我媳妇都说 都觉得这样划算 但是太折腾了 你看就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需要的东西不多 但是你等真到就是实操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这也需要折腾 那也需要折腾太麻烦了 但是我觉得我那天也跟他说 我说直播不就在于折腾吗 你算吗 我们那么那 我们那院子一年电费就一万 房租一年三万五 这一共加起来就四万七一年 然后呢还好我们那边水也不要钱 先生咱们就是最简单的 咱俩连搬院子都先折腾 到这可不只是搬院子那么简单了 得是从今后都得自己弄 我说要买的话 就买一个稍微好点的蒙古包保温的 我怕他冷嘛 你帮过来三只狗肯定高兴了 对我就说嘛 我说咱换个环境折腾折腾 没准夸人老板一看 没准还挺好 那个破院子没效果 按二零的话必须整理 所以我跟我媳妇也说嘛 我们那院子到明年六月份到期 我戳到黄果树兄弟 我肯定不想住这 冬天我跟你说九九一 冬天其实可以受得了 就看怎么弄 因为我俩明年要结婚 你在备孕 在要孩子 我在折腾这些事 因为我俩不小了 你不是十八二了 不过也不用咱俩太折腾了 我爸直接都敢了 家里的事都不管了 阿姨他不管了 你要知道像装修房子一样 叔叔不可能在这一天两天 能弄完这些事 他要长期再 他在家不也没事吗 正好带我妈一块溜达溜达 他班也不上了 天天正好带我妈溜达溜达 正好我们家里面叔叔也没事 所以我想着他不愿意 我觉得换个节目效果这么着呢 我觉得还能省点钱 不过确实他说的很多话 也没毛病 你折腾半天也累 又得花好多钱 就怕万一效果没有院子 好怎么办 然后钱又花出去了 咱俩就这辈子不用干别的了 挣点钱全为了直播 八年 所以我要没他 我绝对能 但是有他现在就得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呀 他冬天的营地 他停水 因为他 因为郊区 郊区的水 营地的水 基本是从 从11月中旬就开始停 要不容易 要不那管子容易炸 哎路过他 明白吗 所以如果我们要真决定在这住的话 水的问题得解决 水的事得解决